随着经济的发展 又产生了 分配不公 诚信缺失 贪污腐败等问题 我甚至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制度 会依照中国的国情 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 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不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